步伐可以说是业余羽毛球选手的软肋 今天我们讲讲步伐中的三个概念 1. 启动步 启动步是步伐的开始 主要作用就是快速启动并向来球方向移动 2. 确认步 确认步是机球前的最后一步 确认步的主要作用 1. 找到机球位置 2. 稳定重心做发力准备 3. 弓箭步 弓箭步是最重要的一种确认步 弓箭步的正确步法 1. 脚跟先着地 2. 脚尖朝外 3. 膝盖不能超过脚背